山中银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一月 不堪池赠君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一月 不堪池赠君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一月 不堪池赠君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一月 只可自一月 不堪池赠君 深山里面 有些什么东西 值得夸耀的呢 有的也只是环绕在山岭上的白云 可是 这些白云 只能拿来娱乐自己 使自己的心情 感到很愉快 却不能把它当作礼物 来送给你 当诗人 当诗人被问到隐居在山林中的生活情形时 他以这首诗作为回答 表现出山居生活的闲适 以及诗人可爱的性情 他终日观赏云起云合 云散云飞的大自然风光 各种趣味 若非心性高人一等的人 是无法体会的 而观云能有什么收获 也只能说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了 再看看古诗词中 谈到云的词句也很多 如玩为 中南别夜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表达诗人自由自在 毫无拘束的闲适之情 王伯藤王阁中 闲云谈影日悠悠 这说明了 物是人非的感叹 而李白的清平调中有一句 云响 《闻响一声》 看到了云朵 便想起了杨贵妃的衣裳 另外她的灯精灵凤凰台中 《总为浮云能避日》 则把浮云比作了小人 可见虽然每天都是云聚云散 云朵却提供了人们 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 大家在心情烦闷的时候 不妨暂时抛开一切 找个地方看看云去 相信一定能够有所舒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